约伯记第四十章 耶和华又对约伯说 强辩的岂可与全能者争论吗 与神辩驳的可以回答这些吧 于是约伯回答耶和华说 我是卑贱的 我用什么回答你呢 只好用手无口 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 说了两次就不再说 于是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 你要如勇士束腰 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 你岂可废弃我所拟定的 岂可定我有罪 好显自己为义吗 你有神那样的绑毙吗 你能向他发雷声吗 你要以荣耀庄严为装饰 以尊荣威严为衣服 要发出你满意的怒气 见一切骄傲的人使他降悲 见一切骄傲的人将他制服 把恶人践踏在本处 将他们一同隐藏在尘土中 把他们的脸蒙蔽在隐秘处 我就认你右手能以救自己 你且观看河马 我造你也造他 他吃草与牛一样 他的气力在腰间 能力在肚腹的筋上 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树 他大腿的筋互相连络 他的骨头好像铜管 他的肢体仿佛铁棍 他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 创造他的给他刀剑 珠山给他出食物 也是百受游玩之处 他浮在连夜之下 卧在芦苇隐秘处和水洼子里 连夜的阴凉遮蔽他 西旁的柳树环绕他 河水泛滥他不发湛 就是约旦河的水 涨到他口边也是安然 在他防备的时候 谁能捉拿他 谁能牢笼他 穿他的鼻子呢